半夜鬼鬼祟祟的上我游艇 找什么 看我能不能帮你 还是你改行了 不做大壮 做贼了 我来找证据 找什么证据 找你害死娜娜的证据 你别胡说 我为什么要害死娜娜 你不是心里有鬼 为什么要拿走监控录像的记忆卡 你怕拍到你的罪障 你想象力还挺丰富的 娜娜的死居然怀疑到我身上 她是我的妹妹 她不只是你妹妹 她还是你龙凤胎的亲妹妹 你怕娜娜攻看你的身世 让秋手艺知道你们两个不是她亲生的 为了保住你在秋世的地位 就杀人灭口 这就是你的动机 我跟你说 如果你有证据的话 就报警 抓我 如果你没证据 就别再来骚扰我 你现在是私自上我的游艇 如果在国外 我能一枪打死你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到证据 秋昊二 你真阴险啊 利用琳达来害我 为什么你永远都不会觉得是自己错 如果你是对的 就不会让人趁心而入了 你故意搞砸我的婚事 就是不需要赌场项目成功 麻烦你弄清楚你在干什么 是你利用知己的婚事 去开赌场 以及伤害了琳达的感情 还要我想问问你 琳达入职以来 除了尽心尽力地帮你做事 和被你搞大了肚子之外 她什么时候出卖过你 你敢说自己没有私心 你根本就是妒忌我成功 你背后做那么多小动作 就是为了报复我 如果你没有害过我 干嘛怕我向你报复你 从一开始 你就举报我 说我伪造爷爷的那封委托书 然后到钻石商场 那件事你把整件事 推到我身上 让我替你做了六个星期的牢 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有证据吗 有证据就去告我 现在去啊 你别逼我 秋之兵 你要搞事情可以 不过你给我记住 我才是邱家唯一的男孙 除非你变性 要不然别指望能取代我 那你就更应该要好好地去做啊 你简直对不起邱家男孙这四个字 在我心目中你只是个挂脸 还是想成功 你现在里有一个女人去开赌场 外面藏了一个女人给你生宝宝 你简直犹如邱家和邱氏的生育啊 怪你什么 我正式宣布 从今天起 邱浩儿 将会成为我们邱氏集团的CEO 而布莱恩将会调去酒店业务部担任总监一职 浩儿 有没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 首先我要感谢一个人 因为他我才可以回来邱氏 担任CEO这个职位 也是因为他我才有今天 这个人就是我爷爷 因为爷爷对我的期望和信任 我才可以在最艰难和最孤独的时候 没有放弃继续咬着牙关向前走 当然我也要谢谢Brian你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 肩负起集团CEO这个重任 不过接下来我想你应该会很忙 因为我会全力推动 创意都会城这个大型地产项目 所以公司的酒店业务全靠你了 我在这里向大家还有我爷爷许下承诺 在未来的日子里面 我会尽我全力带领邱氏踏上新的里程碑 你现在开心了 你现在开心了 对不起啊爹地 我跟你爷爷 从你小时候就开始培养你 希望有朝一日 我们邱氏可以交给你 你 你让我太失望了 爹地 你给我机会啊一次就够了 我一定会想办法补救的 补救怎么补救 你 你说来天地 我告诉你 这个项目公司投了多少钱继续 你不是不知道 如果真的开不成 我看你怎么死 爹地 你放心 我一定会找拿渡跟机器解释清楚的 总是我警告你 如果你解决不了这件事 西游这个位子 你别指望再做下去 滚 爹地 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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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她 滚呢 哦 好恶心啊 这不就是贵痴啊 哦 好吗 哎 秋天啊 能不能解释一下 是是是 说两遍啊 是 说两遍啊 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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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带走啊 怎么样 精彩吧 还有 这两张照片呢 是nana出示那天 分别在离开我家 和离开机场的时候 监控录像拍照 她带着同一条司机 而你从海里捞到 这条司机之后 马上烧了 想毁灭证据 好 我承认 nana确实来过我的游艇 我怕别人怀疑到我身上 我就烧了司机 你可以说我知情不报 或者妨碍司法公正 但是不代表 nana的死 跟我有直接关系 当然 如果你将视频交给警方 我绝对愿意 协助警方调查 你这么会狡辩 副长律师浪费的 关系 高峻 我给你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为什么你非要盯着我们放你 你不要忘了 娜娜也是我妹妹 我不会让她死得不明不白